我手中的五指茅桃不知大家熟不熟悉 即往上搜查它的功效对人体好处非常多 今天咱们就分享一道广东五指茅桃亮汤 这一小把五指茅桃看上去还是挺干净的 但咱们还是多清洗一下 洗干净直接丢砂锅中 我配了二两芡石 二两一米 其实一两也都够了 七十的话一米最好炒制一下 冲洗干净后直接倒入砂锅中 倒入适量的山浅水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煲30分钟 趁这个时间搞点骨头 冷水下锅来点料酒和花椒去腥 大火烧开后撇去表面的浮沫 再捞出来中碗中 附着在表面上的脏雾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30分钟后把处理干净的骨头放进来 盖上盖子继续中小火煲30分钟 时间到后打开盖子 哇好香呀 加适量的盐调味拌匀即可 这道五指茅头骨头汤有着很好的清热气湿 清干润肺的功效 是一道广东传统名菜 味道鲜美 趣味芳香 好啦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拜拜